4月9日下午14点30分左右 马苏在微博中更新了一条动态写道 一早开会偶遇达康书记 大家猜猜我们开什么会呢 P.S.达康书记的茶杯和GDP我们一起来手 我就问你要不要 图中能够看到饰演李达康的吴刚戴着眼镜和马苏一起合照 还有一群老艺术家们 满身都是系的他们值得尊敬 人民的名义中吴刚饰演的李达康近日火了 作为配角的他一下子成了流量担当 各种表情包 达康书记不哭等在网上热传 在人民的名义中吴刚虽然不是主演 但他所饰演的李达康却成了观众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在剧中 李达康是一个为了GDP可以放弃一切的人 更是雷厉风行 霸道不简 下属很多人都怕他 但正是这种雷厉风行的个性 深得网友喜欢 不仅在剧中 吴刚演戏入幕三分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 吴刚也是将演戏演到骨子里 图中 看看吴刚这端起水杯的姿势 和剧中的李达康很颇有相似之处 网友直呼达康书记浑身都是系 说起马苏 他现在也算是大红人样 之前热播剧《芈月传》中 马苏饰演魏妍 相信很多人对此人印象很深刻 魏国公主 秦先王后之妹 因华之母 深得 网友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